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决赛的三番棋的决胜局 这盘棋是由宁波队直黑 我们先进入到对局中来 在前两局的比赛中双方战成了1比1 这盘棋谁胜谁将与南京队会失决赛 应该说是非常精彩的一局棋 这双方四连心 各两连心可以说是现在AI最最常见的一个布局 挂脚 这和现在职业顶尖骑手骑谱就很像了 都说AI的影响非常大 走 白棋长 白棋小飞 最后说点三三点这个三三也有 挂脚也有 实际上白棋选择挂着 点这个也可以 应该来说都是差不多 然后白棋点脚以后黑棋加击 白棋实际上选择了点三三 这步棋其实有点不受到AI的一个认可 他更认为白棋就是一个跳起战斗 然后再加击 他更主张这样的一个下法 实际上白棋点完三三 可以预想必然会下成这样的定势 这个大家可以就是感觉一下 之前我们的老定式都是粘在这里 白棋一跳 而现在的新定式都是选择的爬这个 这两个手棋应该说是有利有弊 首先黑棋粘住以后白棋都是跳 无论粘还是爬白棋都是跳 粘的话将来白棋逼住以后 这步夹有这个夹的下法 黑棋如果搬的话白棋可以拖 黑棋搬把这个粘上 也可以黑棋压白棋一拖 黑棋长白棋也粘上 就是白棋逼住以后有这个的后续手段 同时白棋还可以长 黑棋小尖白棋盖住 也有这样一个下法 爬的话这些下法就不存在了 就没有这种夹的下法 但爬的一个缺点是这里要差一点 将来飞棋以后再盖上 白棋可以冲了一粘 黑棋如果粘的话白棋这一段 那这时这个子的位置就不如粘 这个被一段黑棋只能加了 白棋顶 黑棋要不选择弃子要不走这个 这个子的位置肯定不如这里 所以应该有利有弊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将来这里黑棋要稍微软弱一点 这个黑棋就不能再联斑了 联斑打车就滚一顿不舒服 而且长 那一旦被白贴起或在这里一旦的攻防的话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爬的位置不如粘 而一旦如果在这里形成战斗的话 黑棋爬的位置要比粘要好一点 这就是这一个地方的一个微妙之处 但现在AI认为这里的站这里的方向差别比这里更为重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AI的起基本上上电脑所有的下方都是爬这个 但爬完以后其实就是要做一个比较 就双方同样是点一个33 我们看左上角和右下角 右下角是挂完脚以后点33 对吧 就这样的时候再点33 其实电脑有的时候推荐白贴这时飞一个也有 那就对这两个交换明显亏了 这里实际上就对白贴付出这个子的一个损失的代价 取得跳的一个战果 电脑认为这个有可能还是直接点33 比挂完脚点33更好一点 当然这些差别其实都是微乎其微的 几乎就是忽略不计 最重要的还是后半盘 这一点可能对电脑有影响 但对于人来说应该人的棋举来说并不要紧 黑系分头也是绝好点 这里一旦被白贴走的话 白贴旗往就是成为实地形的 而黑系一走还远远瞄着对这块鞋的攻击 白贴加 白贴这时候也有心情走 这个黑贴加完以后 但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有利不有利 白贴断 黑系这个时候应该是不肯再吃这个 吃这个白贴裹了 就把这个蒸了 黑是明显不利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白贴这真了 这黑骑这个字的位置尽管也还可以吧 但总体方向来说白贴还是可以满意的 此时白贴比较三星的是黑贴战斗的一个下法 白贴断的时候黑贴吃这个 白贴必然要打下 这是黑贴打吃这个 战斗的一个下法令黑贴是有一些头疼 这个子还是有些作用的 白贴沾 黑贴长 白贴可以唬一下 黑贴故伎打吃 随后白贴在这次出头 尖冲或者跳 出头形成一个乱战 这个子的作用还是存在的一定的价值 白贴是可以考虑在这一代落子的 应该说从这里两个局部 左上角和右下角这个变化 没有可以看出 现在的围棋确实受AI的影响非常的大 尤其是布局受AI的影响 既然大家基本都用电脑跑 职业骑手 当然我们不包括业余爱好者 业余爱好者其实我不太主张 业余爱好者去研究很多很多的AI的骑 因为这样会失去很多围棋的乐趣 就像大家都有了一个定论一样 但其实这些定论究竟适不适合围棋 适不适合骑手本身 这些都是一个位置数 其实我一直认为 AI或是人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 学习围棋的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工具 要从它的一些海量的招法里面挑选 最适合自己 这才是最棒的 好的 我们回到实战中来 实战黑系逼入这个时候 白旗选择走这个 这也是比较重视这一块的一个 将来这里的一带的打入 他觉得左下是一个胜负的重点 黑山走这个 我介绍一下我们第一棒 还是像老战术 像第二局一样 对方上的是三合一楚可儿 直接出段 但报名的时候楚可儿还是业余棋手 而我们上的是曹佑颖三段 这一棒我们是希望最好能获得的优势 尽管楚可儿本身实力在女棋手 实力已经非常强了 但由于宁波队后面的实力太强 有诸多世界冠军坐镇 所以第一棒还是想有点优势 这一手骑下的稍微有些凝重 当时我们感觉第一手是在这里 这部尖冲是一部很不错的骑 黑池如果压白再一回贴 这个对黑池的压迫就要大很多 随后白旗一跳 这会明显重溜点 将来黑池搬扎以后 白旗就堵上 这个搬扎黑池固就不会搬了 搬到堵上以后 黑池这块是太重 如果黑旗反击的时候 白旗还可以先在这肩顶一下 这个战斗黑旗 白旗并不怕 这搬也可以 甚至跟着搬上也可以 这是一个白旗别 此外如果即使不肩充 觉得肩充这部棋没把握的话 往这掉一个也可以 多走一路 也要比这部跳好 这部棋稍微有些凝重 只让黑旗搬粘 这一下搬得很舒服 这如果白旗就沾上的话 那跟刚才这个图比 这黑旗要轻很多 这个图黑旗很重 而且白旗的眼位 齐形都很好 而走成这个的话 将来黑旗可以加 所以黑旗只是跳出后 白旗这块旗 还是一块受工的对象 将来被顶一下眼位都没有 但这个时候 白旗爬又是第二部问题手 这一代双方都是下的有些问题 尤其白旗这里出现 白旗爬是部问题手 首先这旗作为白旗来讲 应该把目光投向全局 这里应该已经是 不是全局的重点 没有必要在这里 花过多的精力 而是应该抢 比如说是点33 把这个33点了 又比如打入这边 这才是全局的一个重点 此外即使要下的话 我也是比较推荐这部靠 黑旗走的话 白旗就算跳一个 也可以 就比较清零的处理这块旗 如果黑旗不走 那就放着 也还可以 或者白旗跳了一靠也可以 把黑旗下下重 白旗这一爬 实际上就把自己爬得特别重 当然黑旗也可以 此时应该是小尖一个更好一点 白旗如果尖的话 黑旗接的话就跳 如果在挖章的话 会把自己越下越重 这个会把自己越下越重 而黑旗的旗行也不错 所以白旗大致沾 那这个子比这个子 其实要稍好一点点 将来跳 将来一顶黑旗 白旗一个眼都没有 而实际上走完这个以后 将来白旗有这个顶的一个做活的好手 白旗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从总体来看 这里还是明显黑旗得分了 黑旗跳 但全局依然是差不多 白旗这时第一杆是走这个 实战可能曹佑盈也想有所追求 先跳飞一下 黑旗冲 白旗跳 这其实就还原成了这样一个实战 就等于是还原出了这样一个实战 等于白旗飞一下 但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白旗加在这里显然远了 黑旗加进去 这手起无可厚非 随后白旗跳 这步明显是不大还手 显然应该走这个 白旗这步跳肯定还手 或者我们再简单的一首歌 就这样搬完 白旗爬一下很正常 黑旗长 先手便宜一下后跳 也都在正常范畴内 随后白旗这步跳肯定是一步大还手 再接下来黑旗飞 没问题 稍微缓的 可能应该拆个 拆在这里稍微再清零一点 但总体来说白旗这步跳的缓的程度更大 当然应该逼住 白旗再逼的时候已经缓一步了 再走这个 然后就等于白旗飞一个 这靠一下就是白旗的先手力 从这样一个首歌的一个分析以后 明显还是黑旗稍稍上风点 尤其这两个局部在旗行相似的情况下 还是明显白旗得利 黑旗得利的 黑旗驱正以后应该说 全局是堂堂正正的一盘旗吧 布局楚可儿却是楚可儿的实力的增长 再加伊林涛这两名旗的增长 让宁波队今年实力大增 本来就是黄马 现在简直是加强版的黄马 点三三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黄马是宁波舒浅队一直在成为了 有成为了黄马的称号 就是说他的整体实力非常的强 而且搬了连搬 下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双方都进行了换人 宁波队换上了王雷 而上海队换上了张强 这也是双方的一个常规 常规操作吧 这时黑池的一个选择是正确的 因为白池这个是铁头 而上边价值也不是特别大 脚上的实地是此时的重中之重 所以黑池选择了 系这个子获得脚上的实地 如果 如果技术按照老定式下的话 这黑池难免无趣 黑池一个铁头对白池的铁头不发挥 随后白池在这拆一个 限制下黑池的话 黑池很无趣 这个搬了连搬的选择 无疑是正确的 下到这个时候是49手 应该说从整体的一个局面来看 还是难分优劣 随后白池这个局面下 打入也是必然的一手 也是其实点完三三 在我们一次换人的时候 换上的队员 就我们换上张强 肯定是带着整个研究队 甚至教练周瑞阳九段的一个部署 包括自己的一个异节走上去 就觉得这手鞋打入现在是非常要紧的一招鞋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个局部以前如果是粘住的鞋型 白池打入是打入在这 要浅销的话是浅销在肩冲 浅销的话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肩冲走拐 这也是边上的一个常规定式 通过利用黑池的一个鞋型弱点 把自己下出一块鞋 限制黑池模样的发展 但黑池也把这里实地化了 双方应该说是一个基本套路吧 一个定式 而加住的话是偏向于攻击性 一旦白池如果厚实一点 将来白池会长 压加或者长 有这两个攻击手段 而爬了之后 这些招法就不存在了 就如果再走这的话 你顶的话黑池不怕 黑池走你 搬的话 黑池有可能搬断你 有可能顶断你 黑池就不怕了 这种跳也是 没有什么起到实际性的作用 所以这手鞋的 要点是在这里 后续手段是怎么样 黑池如果跟着跳的话 那白池尖顶一下很舒服 甚至不尖顶 直接尖冲也可以 尖顶一下也没毛病 如果不走的话 白池搬一下又很舒服 所以关键的时候 这棋啊 黑池实在是 黑池选择的抢攻一阵 这也是 其实陈文联是一个接力赛 其实整体反映了整个队的一个风格 他们现在前两局 鼓励的出色发挥 我估计 就我们在赛前估计 对手在第三局的中盘 还是会让鼓励一下 而鼓励的一个棋风 就是非常善战 像这手棋就是为了 后续要上场鼓励 进行一个准备 将尽可能将棋 导入到他喜欢的一个局面 同时隐藏的手段是什么 就是黑池这部挖 白池如果吃 黑池长 白池沾 黑池冲 白池走 黑池先不说这个断 冲这个白池就已经是出现了问题 而且黑池还有这个断的下方 所以这部震 震狠狠 白池如果沾的话 那黑池就跟着跳 这已经把这个口子收住了 这一块突然起了一块 同时白池这整块其实还是估起 所以这两个交换 这个子宁愿死 也不能做这两个交换 这个子对这里的帮助太大了 白池飞 要从这出头 你挖我就脱先了 就看成一个大厂 或者一个关子吧 所以黑池继续追究白池骑行 下的狠狠 白池一贴 贴是有用意 黑池如果虎的话 白池有刺 黑池沾 便宜到一下以后 白池再把自己毛病补上 如果黑池沾的话 那白池有可能就重新处理 我们刚才讲过 白池有这个顶的做货的好手 这局部是活的 所以贴也是这个用意 贴完黑池跳 黑池也不愿意把自己下重 其实这一串 我觉得黑池未必便宜 白池这个时候 就厚厚把这个子吃下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张强的起 张强的前半半很厉害 他觉得这起要抢弓 就把这个给顶出来了 顶出来应该也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起 黑池此时面临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走这个 黑池可以长 白池走 黑池夹 白池只能断 黑池管 这是一个七子定式 但白池先手吃到两个字以后 就比如说在这连一连 或者在这走一个 就这走一个 黑池这其实损失也挺惨重的 被这两个字 木树上的损失挺惨重的 黑池此外还有搬这个的下法 搬白池估计要跟黑池战斗 黑池再挡住 这也是一个下 白池打吃了虎 黑池再看看怎么下 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实际上黑池还是选择比较稳妥 走这个 但我觉得白池这个搬过来以后 应该说白池还是挺满意的 黑池长 白池沾 下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刚开始白池略微有些亏损 其实已经追上了 这个局面至少已经 又回到同一起跑线 第一阶段 而且我们当时用时稍微占些优势 应该说基本上 聊了赛前的一个准备吧 好 谈到这里我们也可以聊一下 陈文莲的一个赛前准备 众所周知 陈文莲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比赛 是有教练有队员 而且上场队员是三到六人 每一个阶段至少上一面队员有的时候可以换人 其实这已经大家通过几年 四年陈文莲下来 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每个队伍 有了自己的一些常规的操作 常规的套路 就比如说随先上随先上 随先上一场布局 随先上上官子 而且有些强队有几套战术 就像宁波队 宁波队的战术会非常丰富 他们现在最简单 也是最完美的一套战斗 是除可儿先三合一 把本土骑手 业余女骑手 女骑手 业余骑手 三个身份就前四十手全部下完 因为陈文莲规定是业余骑手 女骑手和本土骑手 每人至少下二十步 那就是一进一出双方 总共是要下四十手 他一个人下三个身份 先把四十手下完 随后又把前半盘 能力非常强 布局实力非常强的王磊 下四十一到六十 然后就六十一开始 就交给三位世界冠军了 这世界冠军和伊林涛 这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骑手 而且他们的骑都特别快 无论谷力也好 谭笑也好 伊林涛也好 这骑都是非常的快 而现在谷力状态特别好的时候 又是特别擅长中盘 我们赛前就预测 对手上鼓励的可能性特别大 因此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吧 就比如说我们其实 可以打的战术比较少 因为我们人远没有像对手那么充足 我们中盘值 可能是由最强的周瑞阳来下 六十一到四十手 而就是我们的业余骑手和女骑手 可以兑换 有的时候由业余骑手 比如说我来下前半盘 前四十手我前六十手 而让女骑手来下 一百七十八手以后 也有可能进行一些其他战术兑换 这是会根据对手的不同 来做些准备 然后陈渭连的一些赛前准备 其实每个队都会看 对手之前的棋谱 和对方之前的排兵布阵 因为这些都是 还有很多信息可以总结的 此外 对对手的一些习惯啊 怎么样换人啊 包括一些风格 都会在赛前准备有些研究 所以赛前准备是陈渭连非常精彩 包括一个技术的准备和一个战术准备 很多布局都是在赛前准备 赛前准备中都已经是布置好的 尤其是黑棋黑布局 很少有突发奇想 对于强队 尤其对于季后赛这样的比赛来说 因此总的来说陈渭连现在质量 应该说是越来越好 像这盘棋车就可以看出 好的我们回到棋盘中来 我们讲到白棋搬了一瞻以后 其实这里已经是追上不少 黑棋跳也是其心要点 单爬的话白棋估计会先跳一下 黑棋如果瞻的话 白棋会继续搬了连班战斗 搬了连班战斗 黑棋飞的话 将来白棋也有靠了一段的手法 所以他可能实战 古利亚或者是宁波整个团队 觉得这里回去太委屈 选择这步跳 跳单白棋这个拐下是很 又厚又大 这一代应该说是白棋有收获的 所以我觉得白棋在打这个的时候 黑棋可能 可是不是考虑 应该再走一个 或者先在这飞一个 而不要抢弓 抢弓的这个目的性不够明确 下到这里 感觉虚哗哗走了一串 没有明显的一个收获 黑棋跳起 白棋立下是愉快的先手立 这几下很愉快走掉以后 其实白棋应该干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个虎掉 这个虎比想象中要大 局后我们用AI电脑复盘的时候 电脑一再强调这时候是要虎掉 虎掉就是白棋优势 不虎这棋就是优劣 优劣难分 实际上白棋抢这个秃头也很大 不出头的话 黑棋盖住 这中间多多少少总有潜力 而且黑棋全厚了 白棋也要靠这个做活 走完这个以后 我现在对手当时叫了个暂停 随后鼓励开出手了 挖 这个白棋这是不能随便浪 因为你这手棋已经给这个子施加压力 如果这时随便一弃的话 那这手棋多多少少价值就扁直了 反击 白棋先走了 交换一个以后反击 先是立了一下 另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 万一这里出现一个结针 立完以后这个结的价值就 白棋拐了断以后 比单粒的结的价值要大很多 白棋再打吃 这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变化了 一起走这样 大家可以看出尽管这里的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 观众朋友可能觉得这很简单 大家都是必然这么下 但其实白棋打下去之前 黑棋挖之前 双方都用了大量的用势 来验算这到底可不可以 其实这都是一个斗智斗勇 真的是又要比拼计算 又要比拼勇气的一个过程 白棋靠是手机基金的要点 黑棋走 白棋立 这个局部战时 黑棋很难把白棋给杀了 但黑棋就是有断的一个好手 可以让白棋分断 白棋比如吃 黑棋如果拐 拐之后白棋是连不上的 但这个时候黑棋不能不损 不损白棋就单粘 黑棋这个时候只能粘 白棋就跳过 而黑棋如果尖的话 白棋粘 黑棋走 白棋也要脱过 也是有活棋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要想办法 直接来 黑棋这里已经亏了 应该先损了 这里一定要拿到补偿 所以黑棋此时 这应该是之前挖的时候 鼓励他们凝波 或者鼓励就已经想好了 靠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长 先把下中 这两个用意在哪呢 再小结 白棋如果这个时候要活 粘住 活是可以活 黑棋粘 白棋你就要拖到这 那这几下交换明显黑棋得力了 把白棋给下中了 所以白棋这一块也要面临选择 况且粘的时候 黑棋有可能还是会抢攻你 黑棋这个粒就先说 这被再一夹 这白棋有点吃不消 甚至黑棋就简单搬了 粒来吃 黑棋盘了一点 这个图白棋太惨了 白棋不能搬下 搬下这棋就已经快下完了 黑棋再一段 白棋这个形状一塌糊涂 自身的形状一塌 根本谈不上对这两个子 吃这两个子 白棋只能粘 粘黑棋自身就一粘 黑棋自身这块结有眼形 而且黑棋这刺也是先手 白棋要出头还很痛苦 这个图这个脚被收成这样太惨了 所以白棋这个时候不能再粘这个了 就白棋必须要开始想别的办法 实战白棋就做出一个正确选择 冲这个 白棋先断这个 断这个黑棋如果再搬这个 那就不一样了 再断这个的话 黑棋通过气子白棋一拖还是活气 黑棋先要断这个 白棋吃 黑棋打吃 白棋提 黑棋粘上 这个时候白棋要活的话 只能靠这个 这个太惨了 这也不行 白棋走黑棋粘 白棋再粘 这个比刚才还要惨 这里黑棋再一搬 这个白棋已经快崩了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怕气子 白棋这时候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白棋把这个给吃了 冲非常冷静的一手 黑棋不能走这个 黑棋说 挡的话白棋一断 黑棋吃 白棋打吃 黑棋提 白棋走开截 这个截是应该说是万截不应了 白棋提 黑棋这个冲之类的都已经不是截 这里价值太大 所以黑棋也不能粘 粘的话这也被吃回 于是黑棋就起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只能立 立的话白就冲下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让大家判断一下 我曾经在这里 在清一的时候 清一回去剧肉部说 做过一个讲解 就当时我问齐友 就成年的齐友 我说大家认为这个转换怎么样 绝大多数的骑手 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分析前面一个得失 绝对都是粗一看 觉得明显黑棋便宜了 黑棋吃了这么大一块 但实际我们仔细品味一下 我们骑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多品味 像这个情况下 这个冲 本身我们说 黑棋这是不是有先手 有这个冲 其实不存在的 白棋搬 黑棋粘 白棋挤 黑棋挤 这个时候一定要卖这个 不能不卖 不卖的话被白棋一挖 这全分断了 黑只能在走的时候 先把这下打吃掉 白棋这个蹄 都是有先手味道 所以再挤 这再出猴 甚至这刺啊挖啊 都有各种各样的先手 这黑棋棋长的目数是 12 12 3456789 19 21 25木棋 白棋这里得了 就是十木棋以上 而且这里一袋 白棋这里加货的价值 也远远超过十木 更主要是黑棋外面欠了很多 所以 从总体来讲 这一袋 我觉得白棋应该是得分了 下到这个时候 应该是白棋优势的一个局面 黑棋飞 但这个优势还是稍优 并不是非常明显 有的时候像我们吃了别人对手 一块起来 这要叫大油或者盛势 但这个局面也就是稍优 拆一 四小十大的一部吃 有了这部才能对这块进行攻击 黑棋这块去才能得到安心 居然马上把这下兑现掉 逼黑棋打吃 因为下到这个时候才一百手 在台上下的时候 我们台下研究团队绝对也不会空着 一方面在努力的寻找到好 一方面在做形式判断 甚至手术也是我们关心的一方面 像这个下到这个时候就一百手 外面棋还是横果 我们很有可能会调整战术 包括谁先上 因为这盘棋有可能会的 从目前看有可能 关子会非常漫长 会不会一百七十八手以后 我们再上其他棋手 先上业余棋手 先上比较能战斗的 这些都是当时要考虑的一个局面 搬了以后 随后这个时候 白棋是把这个跳了出来 白棋先把这下挡了 又是很实惠的一首棋 周日亮的棋就是这样 他一边是喜欢下特别厚实 然后又特别喜欢保持平衡 他最喜欢的局面 应该说是 木比你多一点 又比你厚一点的棋 他并不喜欢特别极端 就是我实地领先二十木 但我特别薄 或者我比你厚很多 但木属差特别多 他不喜欢这样 这部棋是实地平衡 同时也是把这个眼位给 黑棋眼位给破坏了 有了这部挡以后 本身就十五木价值 有了这部挡以后 整块跟这对比就知道了 白棋走完这个 黑棋这块 你说这火肯定活不了了 而且将来这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随时是可以分断 比如说白棋刺 黑棋现在肯定不能沾这个 沾这个被这冲了 这里气游特别紧 随时可以看成这样 这一带 其实黑棋联络是很有问题的 包括字也好 包括点也好 联络是很有问题 将来在这一攻的话 这块黑棋都快死了 所以黑棋赶紧要加固自己 接下来白棋应该说是 错失良机吧 实际上这手棋走完 双方又进入到一个 统一的起跑线 战线大大拉长 其实这手白棋一定要把这下护了 黑棋比如说顶 白棋粘 这些粘 所以白棋再跳也好 跳这个也好 这个是白棋优势的一盘棋 实际上白棋跳 鼓励想了一下以后 把这个断了 这个太大 首先这个木数是 逆收六七木的 逆收五木以上 同时跟眼型也有关系 同时跟黑棋的眼型也有关系 这手棋确实四小时大 当时下之前我们团队 就一直觉得这手棋走不走无所谓 甚至有的还说保留有没有可能将来这样灭眼的可能性 不给黑棋眼 确实也存在着这个可能性 但谁都没有注意到这部被逆收以后 被走了以后 才越贫越觉得这手棋大 这个就也就是实力吧 既然你 你对局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这手棋 而对手走了以后 你才觉得这部棋大的时候 这也是实力的一方面 所以周六阳下完了以后 也说特别后悔 说这个棋确实真的太大了 走完这个以后 其实这盘棋又进入了同一起跑线 只是我们对局的时候 还是有浓浓的优势意识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串便宜的特别多 实际上下一手是有问题 白棋这部病是太缓 这一手走完以后 渐渐又 本来说可能白棋还稍微好一点 但这部棋走完以后 就倾向于细棋黑消耗的局面 这次白棋还是应该把这棋贴出来 这个是棋型的要点 这里将来白棋搬也好 搬黑棋比如说走 白棋在这一飞 中间的木树有很多隐藏的木树 这里的价值是一个非常不毛之地 就根本就没有价值的地方 实际上走完这个黑棋一飞 白棋不硬也不行 不硬在这走一个就拳头的二路上 实际上白棋再走 白棋黑棋这首棋本身有价值 而白棋在这里价值很小的地方 连花了两手棋 这一走完以后 这棋就更接近了 但黑棋接下来也下了一步随手 黑这步走走这个过于随手 黑棋这时应该走这个 或多拆一个拆低位 这是木树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走这个白棋一漏好棋 这两手是非常机敏 走完这两手以后 多多少少弥补了这两手的损失 局势依然很胶着 胜负我觉得很有可能在中间这一带 这一带的攻防中 黑棋走 真的是这里走完以后 给黑棋多了很多下法 白棋又不能不把这块空围住 现在因为已经走了两手 如果这块是围不住的话 那效率太低了 走黑棋小街 这也是一个骑形的要点 如果黑棋单贴的话 白棋把这个封段 黑棋这个 这两个子就破这点空没有意义 他先走这个 白棋小街 先把自己下后 之前白棋在这调过一下 再把这个下后 黑棋贴 随后白棋心想 这骑如果再往这走 其实没有意义 这两个交换 第一不便宜 第二走完以后 黑在挡下 终究是打 所以又跟着印了一个 印了一个黑棋冲断 白棋之前 这里 这里有一个 白棋之前有个交换 白棋飞 黑棋掉 黑棋走 黑棋尖的时候 白棋补了一个 所以黑棋冲断 白棋走这个 像这样的一个局面 应该说黑棋这里 这里断一下 也让白棋很痛苦 白棋如果吃这个 木树好 走这个的话 要亏了一木多一点 被走这个被扳到一下 将来白棋尖管可以铺一下 总体来说亏一木多一点 但如果吃这个的话 将来这里差太多了 这个葱都是有鲜手味道 这个黑棋葱有鲜手味道 将来因为黑棋可以立下 这一打吃就出棋了 这个差不齐这点 况且在这个局面下 被走成这样 在这里断一下也很难受 就全部被收紧 所以这个子的位置 还是很要紧 这一切的一切 还是之前这个病的问题 这被黑棋利用的很多 所有黑棋把这手棋逆收了 逆收看上去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块白棋离死肯定还遥远 但其实是离中间的潜力还挺大的 其实我们随时可以把这下挖粘掉 这挖粘了将来这一段还是很舒服的 黑棋吃这手棋不能算是绝对好的一部棋 但优劣难分 至少对对方 逆收是对对方心理的一个摧残 白棋一看这眼被打了 先把这个尖 尖实质上的木数更大一点 况且也彻底让白棋这块是安定 毕竟这个眼被打掉了 黑棋飞着弓 白棋笑尖 其实黑棋飞弓的时候 白棋有一个办法就是靠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奇心的要点 白棋就把这个做活 而且带着木火黑棋吃 白棋吃 其实这个下法也是很实惠 走完以后白棋就把这个挡了 这也可以 实际上白棋肩想制造一点黑棋的棋性弱点 再一长 似乎这个长线手沾 然后活到这里 当时觉得这个棋 说实话在当时的一个局面下 觉得还是白棋优势 其实下到这141的时候 是进行了一个 146就是成为了第二次的一个官方暂停 就是又要进行一个换人了 当时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刑事判断 觉得还是优势 尤其周六阳下的时候 他自己感觉 这盘棋应该说是还是不错的 但这个其实优势 其实客观讲 尤其我们赛后通过电脑分析 其实电脑认为这是已经黑棋优势了 而我们当时还处于一个优势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木 实际上白棋飞 在白棋部我们可以看一下 黑棋跳 这部小金也是优势下的一手棋 我们正盘是在这个时候 换上了王兴浩 也是一个年轻的棋手 我们就想用冲进 年轻棋手冲进 来冲击一下对手 希望他能守住 但对手上的实力非常强 而且下得非常快的伊林涛 从实力上讲 肯定伊林涛要占据一点优势 但这个局面下 其实还是鹿死水手还很难说 一站 进行了一个定型 我们这时可以简单的来点下木 白棋这 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九二十二一一二二三二四 三四三五三十三七三八十九四四一四二三四四四五四十六 这个可以点四十七吧 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十五十六 这里一旦你看能不能点出三四木棋 白棋肯定是六十木弱 黑棋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九二十三十三十六三十七 四三四五四六四七四八九五十五三五十四 这里有三四木五十七八 这里有点木六十 从表面上看这些排面差不多 但实际上黑棋长的木数也不小 比如说黑棋先一跳 白棋一挡 这两个交换 这两个交换以后黑棋可以随时一卡 这里就隐隐约多出木数 关键黑棋这一挤 白棋一走 黑棋将来这一班 这里隐隐约多着木数 实际上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是对上又下出这一步好手靠这个 这步棋意图很明确 通过攻击以这个我要围这里的木 说起实话 当时我们棋是挺为小将 王兴豪捏一把汗的 这步棋是在我们那个技术暂停中没有发现的一首棋 我们当时以为就看成就收的也比较粗糙 就接一接中间他只要别围出个天幕 应该我们这个棋还行吧 当时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但实际上这步棋给我们的压力却是远远超过 一旦这里被搜刮 比如说黑棋在病啊走 这里如果能长先手 白棋只能往这做火 被黑棋挤得一搬住的话 这瞬间就输了 黑棋中间一下多出十多目 这个时候王兴豪也展示了他一名优秀骑手的一个潜力吧 白棋冲 走 团 这个时候我们叫了一个技术暂停 这个我们因为还是有暂停的时候 叫了一个暂停 暂停之后下出这部团 这部团 确实第一个首先看似貌不惊人的一部棋 但其实确实也是好棋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就挤 再一搬 这中间总有母 黑棋一冲 这里一下子乘出十多目 这里也有母的潜力 这棋其实白棋就要输了 并没有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乐观 而且是这棋已经是要输了 这个首先我们做出的决断是不能再跟着黑棋这里下来 再下的话这个空不够了 必须要破这个模样 那破这个模样的话 第一白棋跳 跳感觉有点松缓 将来黑棋车一冲 这个还是带着木树 所以这手棋最狠的 下一手白棋要搬 要把你的木树给撅了 所以这一手棋一出以后 使这盘棋更加精彩和激烈 当然在我们暂停的时候 对方肯定也做出了一个 因为暂停大家都可以回去 暂停的时候 对方肯定至少也摆过我们跳 破我们中控怎么办 他们给出了一个答案也非常厉害 急 什么意思 白棋如果沾的话 黑棋要搬 先把你两个啃了 这都是带着木的 如果你这么活的话 那太委屈了 那如果白棋退的话 黑棋一沾 这挤到一下以后 也破坏了白棋的棋型 所以挤的时候 王兴浩下的很不错 走这个鸡 这个时候 我记得两名年轻棋手 一个是00年前后出生的 伊林涛 而王兴浩是04年出生 两名年轻棋手 出手都特别快 特别果断 可以去吃 都没问题 白棋继续拼搬 黑棋一下子都要吃住这块 白棋也不可能 白棋在下面拖了一虎 至少拖了一粒 至少有一个眼 这里你要把他眼破了 也很困难 黑棋先不亏 而且先不能连班 连班一吃就完了 黑棋先虎住 白棋打吃 黑棋沾上 白棋打吃一贴 这当时确实看了我们心惊露跳 然后再一走 这个时候 我觉得冲锋体验 这个其实是一个直接决胜 这盘棋应该说是 两个队一年的努力吧 而且我们先不谈陈威廉88万的奖金 但就这盘棋来说就很关键 我们就在这里谈一个决断力的问题 其实这个棋所 一个决断力 一个专注力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盘棋大家都知道很关键 陈威廉半决赛 尤其一个是黄马 今年是势在必得夺冠的 宁波舒浅队 而我们队一路作为一支新军 走到这个半决赛这个时候 其实也很不容易 尤其上海队还是主场 在家乡富郎面前肯定想赢 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两位年轻棋手 丝毫心理素质真的是非常的好 现在大家都在说 中国年轻这一代 真的一个年轻职业棋手 碰到这种世界大赛决赛 一点都不虚 就心情都是很平静 这盘棋输了 只要我尽力了 那我以后再能赢 这个心态其实非常非常好 而在棋盘上 该怎么下就怎么下 像第二盘棋 王羽浩就叫个暂停 我们说你想怎么样下 他说我想吃他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 可以抵抗手段 那我们自然就鼓励他 那你就上吧 就去吃吧 输了那也没办法 像这盘棋 我们在没有叫暂停的情况下 他也做出了一个 非常勇敢的阶段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优秀棋手的一个品质 这棋该怎么下就怎么下 不要因为一些就是场棋盘外的因素 比如说这盘棋 我们赢了能拿冠军 这盘棋太关键 我选的是不是稳一点 考虑这样的话 其实就下不好 其实永远还是该怎么下就怎么下 好 我们回到棋盘中来 对方在这个时候叫了一个暂停 打吃了以后 这个暂停 其实我们心里还是 这个黑棋其实 这是只有唯有搬这一条路 白棋可以打吃 再打吃 这样的话 黑棋再把这个补了 白棋再打吃了提 这样杀的话 这盘棋依然是非常威胁的一盘棋 但作为黑棋来说 只有这么才可以抵抗 实战非常可能也是 运气也确实站在上海的这一边 对方正中交了一个暂停以后 居然就是三位世界冠军 包括这么多高手都漏算了 这只能说比赛的时候 真的气氛太紧张 白棋搬是黑棋最后的一次机会 黑棋这个时候 只有走这个 只有断这个 这个是还原的一招棋 实际上黑棋一拐 这棋瞬间万劫不复 即使拐也不行 黑棋吃在这里 这当时我们其实看到这手 对手这手棋 尽管我们看清了后面的一个变化 但当时看到这手棋 我们也是心里十分紧张 是不是我们有简单的漏算 因为对方正中实力确实非常强 在这个局部并不是特别复杂的情况下 出现这样的事物也让我们有些意外 但实际上既然下成这样了 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也必须下到178手 我们也必须换人了 就换上我以后下了这个 打吃走去 其实我在场上下的时候也很紧张 千万别因为什么没看见 这个时候黑棋只能跳 黑棋跳了白棋一挖也不行 黑棋打吃 白棋说这是个物贵不出头 实战走到这个时候 据赛后宁波队领队说 他们就突然就是谈笑 是一声惨叫说 这个我们漏算了 确实黑棋实战走这个是必然的 再加 粗看之下确实白棋就没有办法 白棋如果冲 黑棋打吃 白棋沾 黑棋沾 联络 白棋如果吃这个 黑棋吃这个 同样可以联络 而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沾 白棋挖 黑棋可以打吃这个 白棋来不及走这个的话 黑棋同样可以联络 粗粗一看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但实际上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白棋单挖好棋 这招棋其实并不难 如果让大家做死活体 我觉得业余武断以上的棋友都能做出来 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局部下 大家肯定能算出来 但在实战这个结果 白棋这一挖 这黑棋确实就没有办法了 黑棋如果吃这个 白棋沾 黑棋打吃 白棋铺一个绝妙 黑棋提 白棋一打 黑棋接不归 同时黑棋吃这个的话 白棋吃这个 黑棋也是接不归 黑棋实战只能打吃这个 白棋冷静吃这个 这就是一个次序的妙 如果先打这个 再挖的话 黑棋肯定会吃这个 而如果先走这个的话 黑棋肯定会吃这个 但同时走这两个的时候 黑棋就都来不及了 实际上黑棋无奈之下 只能打劫 打劫的话 这个确实大势已去 白棋提 黑棋加 但这个提的价值太大 就一下子停下这么多次 白棋本身就获利了30摩棋左右 换结这一跳 还有20摩的价值 最主要的原因 黑棋最后机会只是断 断的话 这盘棋真的是 依然是双方50对50的机会 路死水手真的很难说 应该说白棋这个王兴号 这个决断和这个拼搏 应该是已经为白棋带来了圣机 但真正的让白棋获胜 还是我们的幸运 对手确实出现了 不应该有的失误 随后走完这个以后 其实白棋只要把这块棋 只要做到两点 第一这块棋做货 第二抢刀先手跳 即使这死了都没有关系 只要做到两点就可以 这块肯定白棋实在粘 黑棋这个粒肯定不行 粒这个白棋一挖 即使再紧张的情况下 这个还是看得清的 而如果走的黑棋粘的话 白棋甚至不用纠缠 就把这个斑粘 把这个斑粘 把这个脚弃了 再把这个一跳 这也是白棋胜利一定的局面 实断黑棋给白棋制造点困难 白棋挖是好骑 打吃 跑 吃 就一路滚过 提掉 白棋做货 白就把这个霜了 就是确保这块棋做货 那黑棋这里得到的应该是有十几 将近二十木齐 而白棋这里远远不止得到二十木 将近三十木齐 黑棋跳到这个 尽管白棋没有抢到这个 但白棋把这个脚给做货了 依然是盛世已定的局面 所以说其实白棋这区只要简明了下 就把这个冲了 白棋粘 黑棋提结 这个时候其实白棋粘上 这区已经是无关胜负了 白棋贴 黑棋贴一下 白棋粘 黑棋粘把结削了 白棋一穿 这个太舒服了 太大了 黑棋虎 白棋提结 黑棋斑 白棋火中取的先打吃一个 利用结材优势把黑棋打回去 冲 白棋吃 打到一下总是便宜的 提 黑棋粘上 白棋铺一个细腻 因为这铺完以后 这上面黑棋要补棋补一个 如果被粘上了就不用补 因为这盘棋实在是比较重要 所以下到这个局面 黑棋丝毫还是想拼着下 没有任何收 走这样 白棋这个找结棋稍微小了一点 但白棋其实这棋最简单 就把这个粘上 但当时觉得这棋这样下也挺简明的 黑棋把这个提了 白棋提一下 黑棋挤 白棋冲 黑棋作业 所以白棋把这个给收了 就等于白棋收了两个关子 黑棋把这四个提了 双方大致相当 所以黑棋把这个立了也是全盘最大的 这个大概本身的价值白棋一般 黑棋一二三四五六七目起 但这本来补一目 这个有后收六目 这个逆收三目也差不多大 所以白棋把这个中间粘了 这个时候其实只要别出问题 不出大的勺子 这次白棋应该已经赢了 所以白棋拖了一粒 白棋一看就把这个粘上 也是两目强一点 将来有这个 黑棋刷 白棋先充了一下 再刷 白棋吃 白棋都已经跳最安全的下 黑棋吃 白棋把这个提了 随后 随后 黑棋是把这个收了 把这粘上 就把这钉 这样其实白棋的小车已经是不可动摇了 这白棋不损小时 白棋应该说是已经赢的比较多了 最后是白棋这棋是赢了 应该是盘面白棋好了四目棋 最主要还是这一代的收获太大了 应该说中观整盘棋 因为这盘棋还是双方竞争非常激烈的一盘棋 一直咬得非常紧 最后决定胜负的 一个是我们小家的一个决断力 他们确实很拼 这些年轻棋真的是非常优秀 同时也是幸运眷顾了我们 对方在这么多高手情况下 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失误 应该说也是有些鬼使神残 但瑕不言语吧 这盘棋应该说 还是非常精彩的盘棋 充分体现成功连半决赛的一个高水平 好的 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